这个身体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身体是 其实是17年的时候 我打了一个车 去机场的路上的时候就发生了车祸 当时伤得特别严重 我的颈椎2456 爆裂性骨折 然后我的脊髓也损伤了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就是爆裂性骨折没有完全断掉 所以我那会儿就是捡了一条命回来 所以在重庸监护室的时候是很无助的 一个人也不知道身体究竟会怎样 对对对 因为其实当时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病 没有完全的这么了解 因为就想着做了手术就能好了 所以就一直咬着牙在里面坚持着 就觉得再苦再难 只要挺过去 做完手术我就一定能康复的好起来 当时就躺在床上吧 就想一些一些好的事情 给自己一些力量 然后经常的时候喘不上气了 然后医生就给我气切了 就是气管切开 就在这个位置上 你能看到有一个疤 还有一个疤 今天擦了点粉挡住 医生说如果我做普通的那种 搭建手术的话 我以后的头就没办法自由这样子 像现在这样子转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保守手术 就是带一个外固定铁架 就这样子保持着大半年 真的太痛苦了 就因为我那个时候带着那个架子 我没有办法就是 就是这样子左右翻身嘛 我翻身都是45度角这样子翻 我那时候就感觉我自己像一个烤鸭一样的 被架的那个铁架 然后人家给我翻身就是左翻右翻两面烤 然后还有就是我 屁股上还长了乳疮 就是也是我们脊髓损伤的一个病发症 然后就是皮肤溃烂 烂到底尾骨上了 然后就是各种病全部都在我身上 我当时就是前百年的时候特别绝望 特别绝望 就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就是所有这种可怕和难过的事情 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就是觉得这个坚持是慢慢一步一步走出来 就是靠父母嘛 我从出世那一天起 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我身边半步 出世那天他们就从老家 就是请了长假 我爸爸请了将近一年 我妈妈就提前退休了 他们就来到北京一直照顾我 在医院里面 我就看着我妈妈那会儿 她特别长的头发 她来看我的那天就是 她把头发都剪了嘛 就剪成这种短发了 就看到的时候我就哭了 我就说你怎么把头发都剪了 她说为了照顾你 她说长头发不方便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父母一直都陪在我身边 给我鼓励嘛 然后才让我就是 就慢慢走了出来 就觉得 他们给了我第二次声明 不能再 就是这样子轻易地 就放弃自己的声明 谢谢啊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